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鞋坐得还不错 但是呢 坐的时候注意姿势 脖子太前倾了 有点累 时间久了 然后坐的时候就这样的塌下来 脖子前倾 这个是你注意一下 把脚顶 但是不要僵硬 脚顶就是头 头就像有一个绳子 正直拉上去 然后自由落体下来 就叫脚顶 要不要这样 就像古时候呢 头悬梁追刺过 不是一家学习的时候 头上一个绳子挂起来 自由 然后你自由的往下放松 它就脚顶 脚顶勾塞 舌铁上额 知识注意一下 还有你的这块操心操的 也是太多了 这个比你 他比你轻多了 他正在操 你是已经操麻木了 是 他就是 你这块明显都在操心 操心就是 两个孩子的事吧 就是 这个今天这样了 那个明天那样了 但是呢 这俩孩子真的是 让你太费心了 不是人家有问题 是你这个费心 会让他们有问题 你知道吗 你这心力这么强 坐在那儿都打坐 还一片费心 你这样的操心的话 他们就会出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能费心 你不能费心 他们啥事也没有 你会影响到他们的啊 他们俩很健康 他们有自己的福报 他们会很好的啊 这些小感冒啊 小牙头 小头疼 小鼻头啊 这些 这个是个人 有时候就有了啊 就 这个时候没有说 这个空气这么差 有时候 从天来了 那个花粉啊 飞啊什么的 就瞧瞧吃点 说 我小时候就没病 你小时候 那这小时候的事了嘛 是吧 越古时候 我们最越古越古的时候 那空气多好 我们谁都没病 我们带个草业 现在就在介绍 肉毛饮血呢 是吧 还吃生肉呢 是吧 现在的时候了 吃那么多嘛 饮食啊 什么结构啊 都变化了 还这么有时候 出来空气啊 染污啊 或者是什么 河水啊 就各种 就是小毛病会有一些 他最后随着自己成长 他随着自己 但你慢慢会好的 我知道你在 你第一次在担心 他们的身体 这段时间 第二呢 就是 他们能不能成才的问题啊 就是孩子 成才不成才 你不也成才了吗 你不也 你知道他们已经足够了 知道吗 又啥 你担心啥呢 是吧 你准备让他们当啥呢 做成啥呢 你是想不想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了 哈哈哈 操心成那样 准备把他们 现在就培养成总统候选人嘛 真的是 是吧 最近嘛 让他们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嘛 不用担心 他们有他们的福报 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 不是你操心也没用 你就是说 你又 你操心有啥 是吧 所以 你能做的就是 你生了他们 给他们做饭 然后呢 管着他们别碰了墙 别碰了 看着这个 就是那个 如果他说是 今天这儿有医生 有老师 或者什么 你其他的 你操心啥呢 是吧 你操心也不白操心 就放下吧 坦然 面对日这个生活 坦然 当然是 坦然面对生活 这个坦然不是只是面对自己 你其实对自己也不怕的 你稍微烦得一点 有时候心态不好 或者是自己受点伤 我觉得你能承受 就是说 你其实最大的就是孩子 对你看 孩子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这个这个 孩子一点关系没有 就是你自己小多了 而且是 人家没病了 你就想 他病了咋呀 就就想吧 人家还 家来还没事的 万一 哎呀不成咋呀 你就想多了吧 不是 未来的事 未来的事 你就知道未来 哎 帅了 地球在吗 举个例子 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 想太多了 不想 不想 看我两个孩子 好可爱啊 今天活不乱跳的 我也活不乱跳的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想那么多 李主说是 哎呀李主明天 会不会叫我回去 骂我这种事 后天再说 说你的时候再说 哪有那么 一天说一天的 是吧 嗯 因为这种事 不需要期前规划的嘛 他骂不骂你 这需要你期前规划嘛 你就是些想 想想想想 真的是梦想撑撑了 你的都是 孩子也病了你嘴啊 回来吧 不要吹 你看吧 你就是些想好的 那些都你设定出来的 对吧 你还想做的那是 哎呀我俩孩子身体弱啊 你看你看瘦的 你看他又不吃饭 肯定会有病 这是个逻辑推理 是吧 人家肉是小嘛 长个子嘛 是吧 哎 你要想一切都好 不担心 哎真的会一切好 你只要把心一安一定下来 你发现家里啥事也没 确实你闹腾腾 就是打坐明显的流露出了痕迹 嗯 主要凳子硬 这个就不是打坐的 凳子屁股 它太硬了 它就太累了 太累了 稍微这个坐垫是蛮重要的 嗯 第一是坐垫 第二你个子是个子高 身体的比例也是个问题 就是腰这边长长的就是上边 就是你就是腰个子太高了 哎 腰这块太长 然后呢就又打回来 气也不是那么强壮 你去见美 见谁弄它几块腹肌出来 哈哈 你看马上这块就有力撑起来了 腰这个几块腹肌啊 八块 八块啊 弄八块腹肌这 六块八块 六块八块 八块 八块四个四个啊 弄它四个四个出来 哈哈哈哈 你看你马上就坐在这 动都不动 嘿嘿嘿嘿 如果没有的话跌回来自己揉揉 腰太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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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